這塊紅皮水石 是我這幾年見過最舒服的一塊 它的紅和肉結合得剛剛好 還有我一道它的時間也是剛剛好 我做過的紅皮都可見非常的多 也有幸見證的紅皮材料 從小眾市場到大眾認可 從做巧雕巧色的雕刻 到珠寶畫的一個過程 我換一個角度去理解它 我選擇了用另外一種方法來處理它 找到一個好的角度把它移開二 在分開之前 我考慮的重點是如何讓這兩件的黃 能圍繞中間的肉 同時保留它的氣形 能使自然的 在題材設立上 我想把它做成一堆佛照相 因為底子是比較乾淨的 恰好能表達佛的從容和智慧 能讓觀者的心靜下來 第一件 第一件米勒佛 我利用它表面天然的弧度 凸顯著佛的笑臉 下半部分的紅皮 像米勒的加沙一樣 像水墨畫般硬朗開的感覺 像水墨畫般硬朗開的感覺 風化過的石皮 剛好形成了一個凹味 觀音安坐在上面 於是整件作品有了一個重心 觀音用極簡的手畫來表達 也呼應了石頭細膩潔白的一種特徵 周圍的黃 像它的佛光一樣 非常的融合 觀音在前 佛光在後 慢慢地散發著一種能量 一種慈悲 一塊原石分開後 成了兩尊佛 當你把兩件作品合起來 它就回到像一塊小石頭一樣 彷彿沒有被分開過 我也期待著 有一對有緣人 能把它收起來 正是歲月變遷 天涯路遠 希望這對石頭的能量 能把你們始終聯繫在一起